冠病病毒肆虐防毒手段不可少 香港有科技人员据称采用了纳米科技 成功的研发了一种消毒喷雾 喷一喷就能够在物体上覆盖一层防护层 那么科研人员说这种防护层可维持约三个月 并已经开始用在当地的商场、学校和幼儿园 早在2003年SARS大爆发时期 香港科技大学便着手研发这种消毒防护膜 这种喷雾里面其实有几百万个纳米消毒胶囊 风干后形成的保护膜仍有90天消毒效果 研发人员也说相较于现有主流消毒液 如酒精或漂白水 这种纳米喷雾更持久且无毒 喷洒在手把、电梯按钮或各种多人接触的表面 能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这款消毒喷雾今年2月获准通用 目前已开始用在医院、学校和一些卫生条件欠佳的低收入家庭住房 感谢观看